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黄金轴 路上堵成一锅轴 景区挤成一锅轴 上网都变慢了 据说是宅在家里的人太多 网络塞成了一锅轴 我很不幸啊 在国庆期间出差巴黎 我真心觉得啊 巴黎街上的外国人呢 真没北京多呀 好不容易啊 我这个挤进了九副盛名的立都夜总会 是吧 那个外国大姑娘 对吧 那个又没什么衣服 结果一看 台上中华小姐正在比赛呢 所以 我为我生平第一次巴黎之旅的记录是 凯旋门 远票 巴黎铁塔 塔尖 巴黎圣母院 听声儿 我突然明白了 深圳世界之窗存在的重大意义 就怪这锅黄金粥 厨子出身的朋友们都知道啊 甭管是黄金粥还是什么粥 不能瞎搅和 瞎搅和 他就谢了 国庆期间 海峡对岸就来了一位搅和的 也不是掺和 也不对 凑和 果然 这周就谢了 谢长廷 很多人觉得啊 他神似机器猫里的小夫 俗男版的 但是他自己却表示不同意 我哪里像小夫 我明明像忍者哈特利好不好 对这些个日本卡通 中国大陆人民根据近期局势表示 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 别砸我 他呀 英文名叫 Frank 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一个美国卡通 戴了眼镜呢 Paul Frank 总之 这位美日卡通界的老朋友 台湾民进党的前党主席 前行政院长 前职业律师 一个绿油油的他上了趟 前线 他在干什么 难道 是为了占高速免费的便宜吗 台湾民进党的元老之一 谢长廷 10月4号以出席调酒大赛的名义登陆 因发联案媒体围观 五天四夜的行程是满满当当 第一站便去的是福建 漳州老家东山岛祭祖 拜祭谢爷爷 老乡见老乡者 是良言泪汪汪 接着直奔北京 逛了一圈七九八鸟巢和水利峰 谢老表示大开眼界 还拜会了戴炳国王毅和陈云林等政要 临走前又去了北京前门大街六弯 全聚得吃烤鸭老舍茶馆喝茶看戏 体验了回老北京的生活style 中间只是抽空了半小时 参加了他一路强调的登陆旅游 世界杯一条酒大赛 看来台湾干部的旅游室考察现象很严重啊 谢长廷江湖人称是智多星 又有魂名叫二没腰 智多星很容易懂 二没腰是个啥东东呢 二没腰相扑术语 形容下盆比较稳 柔韧性比较高的相扑选手 由于百折不挠 不容易被扳倒 不过一看谢先生的身子骨 就知道他肯定不是练相扑出身的 他练的是体操 中学开始他就开始勤练体操 所以是个练软弓的人 而且段数相当高 你比如这次啊 他是受国际调酒协会的邀请 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 来大陆自由行 而且多次强调 我是私人身份来的 不代表民进党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软着陆呗 这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 小布什的弟弟尼尔布什 在微博上发了个照片 各位看 这就是个老家的 小布什 在又生了 不要再是兵 你 你 아니 他现在这就了 你 挺 pouvoir 你 我 入党的事再说 但是党费我看您可以先交着 说回谢长廷 都说他此行是来调酒的 但是这酒是越喝越大方 都是一家人的 你干了 我随意 这搞得店家出来敬酒的人 我也是不断升级 汪先生啊 陈先生啊 戴先生啊 敬酒的 敬酒的呀 说不谈政治 陈酒的说对 不谈政治 店里边还贴一告示 莫谈国事 大家坐下来一看 哎 等到了 行 咱们谈谈政治吧 他老人家身上啊 是由内而外散发着那股绿色光环 气场强大 是媲美史维克 更胜阿凡达呀 反正调酒也好 调性也罢 我又不跟你结婚 又不生孩子 孩子就是来调调舞 谈谈情 也没啥大碍 这招软功俗称叫 让我们不已结婚没前提 先开始交往吧 哈哈哈哈 谢先生出发之前有媒体问他呢 说如果大陆人民 这个欢迎列队中打出一个 谢爷爷您终于回来了 这样的横幅 您怎么回应 他马上就答呀 我不是谢爷爷 我不是爱看谢爷爷的人 挺客气 先装孙子 哎不对啊 这这话有雷 我想想啊 我想想 见了谢长廷 咱得说 您来了谢爷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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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谢孙子 啊 哈哈哈哈 要问谢老的这个软体功如何练的是身心合一 还得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话说谢长廷出生的时候啊 家境还是不错的 但是后来父亲经商失败 家道中诺 放弃学业 他要是投身了出版业 搞不好要成曹雪芹呐啊 哈哈哈哈 但是 他的梦想 是做台湾的李小双 哈哈哈哈 初中开始就沉迷于体操不可自拔 甚至他还拿过调环项目的冠军 当所有人都认为老谢 他会成为西一代的体操王子 可他差一点就成了一位厨子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中华台北代表团在奥运的成绩太差 啊 谢长廷啊 还是想靠学习谋出路 居然一举就考上了台大的法律系 后来就复制留学 然后就在中餐馆勤工俭学洗盘子 哎 结果就被这老板发现了 他在烹饪方面颇有天分 老板对他是赞补绝口啊 哎呀 你这个小同志啊 这个此处省略三万字吧 老板 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小谢啊 这样的天赋异禀不坚持可惜了 不如我把我的餐馆卖给你吧 感情是个推销店面的 小谢顿时就觉得 这个社会的人员构成太复杂了 于是他就把惩奸除恶当成了备生追求 他做了律师 好像没什么联系啊 这个律师也就是拿钱办事的啊 总总总总这谢律师办的最出名的案子 就是跟陈水扁 苏贞昌 张俊行等律师一起 为反抗国民党的美丽岛事件 辩护 后来呢 谢律师起草了党纲 起了民主进步党这个名 成了创党元老 再后来 谢律师帮那陈律师当上了台北市市长 再再后来 谢律师又帮陈律师做了台湾领导人 再再再后来 他想做领导人 又输给了马秘书 一般人活到这一步 就该自尽了 但不要忘了 老谢还是小谢的时候 他是学体操的 这门运动需要身体柔软 协调灵巧 而且还有耐心 无疑啊 谢老已经把他 化成了自己人格的一部分 所以他形势灵活细腻 很少和人起正面冲突 也不强出头 也不硬碰硬 总而言之一句话 他不是微软 他是巨软呢 但软件 他也得有硬件支撑 是不是 能做到今天 那谢长廷还是得有些硬本事 当年被台北的匾市长挤兑那阵 他98年是南下高雄 走基层搞建设多年 把高雄建设成了新代化的大都市 您现在要是接访高雄的老百姓 你姓服啊 我姓谢呀 直到2005年初 受阿匾的邀请 重新北上担任行政院院长 不到一年 又被阿匾给撤换下台 随后是远走美国去哈佛游学 退一步 这叫海阔天空 所以草根出生的谢长廷 比起那高副帅代言人马英九 多了份亲切感 小马哥不论是出身还是仕途 都是一帆风顺 虽然小马哥也软 但和谢长廷的软法不一样啊 他是周美青说立正 他不敢踏半步吗 眼瞅着 今年小马哥又连任成功了 民进党只能是闷头喝苦酒 谢长廷自己也说过 如果民进党在两岸政策方面 不发生积极和顺应大势的改变的话 再次